哎呀 叶总辛苦了 觉得怎么样 客业好 同学们非常认真 而且互动也很有积极性 光态度好有什么用啊 说好了六十人培训 今天也就来了三十几个吧 这人数 就不够设个生产基地的 再有 来了什么年纪都有 最大的叶六十几岁了 先不说这眼睛花不花 手指头 这么粗 秀得了吗 哎 心细都 心细就不用拿针了是吧 今天这上完这课也就得了 也算帮他们扶平了 设生产基地的事 早点放弃 减少损失 可别爱杜总 你这村里的妇女 刚看见点希望 没看见刚才上课的时候 听说能挣钱 那高兴呢 你这才一开始就给撤了 怎么跟他们交代 耽误了叶总时间 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布局 嗯 我跟谁交代 子明 没那么严重吧 要不你先回去 我带着老师们在这儿待几天 好吧 你是董事长 你在这山沟里待着干吗 我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呗 啊 杜总经理 就不能放我几天一下 行吧 你说了算 我先回 来 杜总 我送送你 照顾好叶总老师 我送你去 您放心 杜总 您慢走 袁董事长 跟你汇报一下中午吃饭的事 唐副书记打过招呼了 跟真理 人家同意让咱们吃食汤 但就是得等办公室的同志们吃完 咱们再吃 就二十分钟 行 所以您最好压着点上 十二点二十 行 我一会儿和老师们说一声 好 还有就中午吃饭 由唐副书记陪您和老师们 在包尖用 为什么呀 我想和大家一块吃 我们标准太低了 就一凉一热一烫 已经够好的了 我从小就喜欢吃食堂 人多吃饭香 那就让叶总体验一体验我们的食堂 中午让那个牛姐陪你们吃 我和振兴啊 趁着你们吃饭的时候 还得干点活 干什么活呀 干啥活 这个事还得叶总批准才行 来 梅蕊 来看看你的游乐场怎么样 这活干得不错 小孩们在这儿玩也不会影响我们上课 真心 真心 跟大伙说吧 经过唐副书记的提议 叶董事长的批准 从明天开始起 凡是家里实在没人看孩子的 全带这儿来 在这儿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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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